今天我要做一款自己设计的蛋糕 先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设计图纸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五花肉似的 就是我设计的盒子蛋糕 我这个盒子蛋糕一共大体分为4层 最下边那一层我用的是饼干底 为什么用饼干底 因为最近很多人问我没有烤箱怎么做蛋糕 其实做慕斯蛋糕就特别好 就可以用到饼干底 那我这个慕斯层用的是椰子口 因为我最近买了很多的菠萝 那我在变着发样的吃菠萝 我觉得菠萝跟椰子的口味非常搭 很有热带风景 所以呢我用椰子来跟菠萝来搭配 所以上边我还盖了一个白巧和椰蓉的这样一个脆壳 我也是第一次做 那我们一边记录一边开始吧 希望不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 先来做饼干底 60克消化饼干敲碎 30克融化的黄油 给它搅拌均匀 盛入盒子里给它压平 先放入冰箱冷藏 接着做椰子的丝层 100克淡奶油 加入20克细砂糖 打成6成分 加入200克椰浆 放入3克隔水融化的吉利冰片 搅拌至完全融化 过筛倒入淡奶油中 还可以来加入一些叶子酒来增添一下风味 这个叶子酒特别的好味 倒的有点多我先喝一口 大约一勺多的就可以了 甜甜的狼母酒 搅拌均匀 倒入饼干层上 放入冰箱冷藏凝结 切成小块的菠萝加入清水 边煮软便可以打成有颗粒感的果泥 加入麦芽糖煮至粘稠 关火烧至晾凉 加入3克泡软的吉利丁片 搅拌至吉利丁片完全融化 晾凉后加入椰子层上 放入冰箱冷冻置硬 80克白桥加入15克左右玉米油 隔水加热至完全融化 撒一层椰蓉倒入融化的白桥 再撒些椰蓉在表面 巧克力脆壳凝结后 还可以加一些菠萝干做装饰 就非常完美了 看 跟我设计的很像吧 神火爱然 还好没有饭臭 我来尝尝它的味道 这个脆壳好硬 这个脆壳稍微有一点点厚 不是很好挖 但是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你们可以试一下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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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各种植物 准备 出发